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古副骑士道的兵型铃铛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56级的节目 现在时间其实是12月31号的晚上 大约10点多 不过这个节目上传完成 应该已经是2024年的1月了 制作过程长达一年的节目 那我也换了一个背景 其实以前也用过 那个灰色的布铁盖 用了可能有两年了吧 换一下心情 那今天的话 给大家接着介绍这款 重新进货里头 Deluxe Class的Cellery 它跟Atmos硬是绑在一起 上一期做这款OP的时候 大家的留言都是说 这个OP做得不错 可惜绑了一个垃圾 但是其实相比较之下 我觉得它最可惜的地方 是它被做成Deluxe等级 小了一号 比例上可能是搭不起来的 但是就一款Deluxe的玩具来说 这一款的简单的变形 但是它的细节啊什么的 我觉得也不至于说有多弱了 特别是你要跟现在的官方的第一级去相比的话 这一款在卖相上还是可以 至少我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算 各方面还是过得去啊 首先这个明显的偷胶的部分 并不算很多了啊 主要是它的配色也是够暗啊 然后这个小腿后面 这个轮胎可以动啊 以及它的一个侧边的话呢 这些照顾到的部分 我觉得都还是有啊 虽然有空洞 但是这个配色够暗 所以它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外观的第一印象 不过呢 实际上把玩啊 这款玩具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它的身上的关节有好几处都非常紧啊 那我就是在这种啊 在这种关节的地方啊 特别是这个拳头啊 这里我都是上了一个戏油啊 不然的话呢 是转动的时候手是非常痛的啊 里头看了里头还有一点 对不对 我把它 这都还有一点湿啊 对吧 这个不然它就不让我转动嘛 对不对 那有一处的关节 我有点有点有点不太不解啊 就是它的这个二头肌的转动啊 两手都一样 它是不是有线位啊 是吧 就哦哦 我知道为什么线位了 哦 因为这个造型的关系挡住 哎 我终于发现了 我之前还觉得说起钩 为什么转不过去啊 那上了细油之后终于比较好转 不然的话呢 也是紧到一个不行 还有它的外摆内收 可以看到我上了不少处的一个润滑 对了 细油啊 大陆朋友的话呢 你们要找龟油啊 一样的东西 但是 台湾那边叫细油啊 那在 大陆是叫做龟油啊 各位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那龟油的话呢 好像有分浓度啦 哎 又有点聊到这个话题 你这个浓稠度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要买哪一种 反正大概跟沙拉油差不多啊 的一个一个浓稠度就可以了 那好了 回到玩具啊 它的身形来讲其实不错啊 除了说背包比较大之外 它的体型的话呢 我拿出一个变迹钢第四集的 你会发现它其实 个头都还是比较大了啊 然后比较可惜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因为过去我们玩过很多的这个音波 胸口一按都会磁带着部队可以打开 但是这一款的话真的就没有了 就真的一块的造型了啊 它有一个肩炮 肩炮你也是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取下的啊 拿下来 一样可以握持在手上 形成一把短枪 而它的背后的话呢 我们一直收纳着另外一把 这个也是枪 所以说呢 这一款音波的话呢 是可以用一个双枪的展示的 那头雕的话呢 这个头雕我稍微的 也是音波了 你不会认错了 那是不是胖了点啊 两边的这个肉 两边的脸好像稍微胖了点啊 那上方的造型给各位看一下 可以看到里头呢 有这个轮胎在内部 后面的话呢 巨大的背包啊 这里可以收纳武器之一 然后呢 它的腰身可以做一个正常的转动啊 往前面的话呢 就没有关节 但它的脚的话呢 往前移动是整个裙甲一起动的 它的脚后踢的话就会卡住 这个地方卡住 就跟这里这个是转动 这里是卡住是一样的啊 居然被造型给受限了 膝盖的话呢 弯巢股于90度 脚踝里有一定的一个动的一个幅度 脚底板看着不大 但是因为玩具本身呢 没有说很重 而且它腿的比例其实很长啊 稍微的去摆一下摆一下 其实这款的接地性呢 还不算太差啊 基本也没有说很弱啦 就是把它给做低了一个等级啊 做成了低拉斯等级比较可惜 其他的话我倒觉得 玩起来还可以啊 玩起来还可以 那变形也就非常的简单了啊 我们就直接来吧啊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背包整个给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啊 我会建议各位先把这个两侧 这个轮胎先给翻出来 里头进空 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一块部件 这个双动关节啊 这个双动关节啊 这一块双动关节 我们要整个把它给提上去 好 整个都给提上来 提上来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头呢 给往后翻 翻进去 手臂的话呢 从这个部分转进来 然后呢 把它给推到内侧去 推进去内侧之后啊 转一个方向啊 就稍微的去 你只要其实 该怎么说 它这里有个洞 那这里看着有一个 看着像是有一个图 但是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扣进去啊 能扣进去就扣 扣不进去就算了 你只要说头呢 是在这个手肘的旁边 我们把另外这个胳膊收进来 各位可能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你只要能够让头 能够不要去跟手的话呢 去做一个干舌 这样躲成这样就够了 差不多这样就行了啊 并不需要说河道很密了啊 再来就把这整个车子的 这个前方啊 这个部件 整个的给往后面 这里 直接的把它整个往后面 推进来 好 那推进来之前的话呢 到这里啊 我们就把脚 内外翻折 然后呢 这个部件先推出去 把轮胎 翻出去之后 再把这个部件要 要回来啊 要回来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把这里先扳开 我们扳开的目的只是 让轮胎能够出去再回来 好到这边 那两腿的话呢 可以做个合并 然后就往上面推上来 往上推上来的时候呢 就是把它的 这里 这个两侧 这两个兔 这两个兔 然后去扣进上面这里 有两个凹槽 那这里的话就是里头 你就是记得 手跟头不要干涉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把它往上推到底了 这样子 往上推到底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这两个地方 这个 跟这边 这个 合红 记得把它给扣进去 好 然后往内推到底就可以了 那前方的话呢 就会自然的 一切都推到定位 这样子 这个是有一个 图跟刀的结合 好扣进去了 好 最后就是严丝盒 放在捏捏牙一牙 上方的这个部件 推起来 这部件推起来 然后 这个 肩炮的这个部分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 把这个是扣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处呢 就是扣这个枪 枪的话呢 是摆横的 我看它的一个说明书 就是叫 教室摆这样 摆一个横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款 这个Deluxe Class 这个重新激活的 音波变形就完成了 这个车子的话呢 滚动性还不错 那大小的话呢 跟现在的一个 Deluxe等级的大小 差不多 是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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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非常 标准的一个尺寸 然后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 玻璃就不是透明部件了 这个是消光黑 前方的话呢 做成这样子 我不知道它是 是防撞感还是什么 反正就看起来不是普通的玻璃啊 然后很巨大的狂派的logo 在引擎盖上面 前面有车头灯的涂装啊 红色的一个灯质 上方也有一个 这是方向灯之类的东西嘛 那后方 就基本上车子的一个前后左右吧 都还是我包袱起来 这里 这一片啊 没有摆到这里 记得把它给摆出来扣进去 这个地方 这里也是啊 刚刚没注意到啊 不好意思啊 好 这样形状才是完整的 好了啊 不知道没有骗到弹幕 说没有变形到我 好 好 这个这个老梗啊 那上方的造型就是这样啊 比较稍微复杂一些些 甚至有一点蜂窝 有点密集恐惧症的人看来 可能还觉得有点恐怖啊 是吧 好吧 那整体来说吧 也不是说很 也没有说到很差啊 只是说呢 强迫跟OP摆在一起买啊 那价格其实不便宜啊 我发现这两个家伙 卖台币两千两百五十块钱 一个V加一个D来说 我是真的觉得 这个价格真的不 真的是不便宜啊 感觉不是很划算啊 当然大家行有余力的话 你要带走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你不要说我叫你不要买啊 不一定不是这样子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季节目的东西 那后续的话呢 最近开箱的预备要拍的东西 其实还挺多的 然后我一月份的话呢 还有一场 这个 有一场工作 我要去冲绳四天 那加上前一天要出发干嘛 我会有五天的时间 可能会离开 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 自己自己的这个做开箱的地方 所以说一月份 我还是非常忙碌 但是呢 越是忙碌 越是有压力的话呢 我就越需要呢 透过做开箱节目 跟大家聊天 做分享 毕竟做开箱节目 是我一个抒压的方式嘛 那就感谢2024年 各位的第一次收看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你们2024年都会发大财 变长寿 然后会脱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